最近有这样一部电影突然又火了起来 有人说堂堂二世抄袭了她的剧本 还有人说她只是借鉴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两部电影之间的核心元素确实相似 包括其中的五星杀人 楼中楼 炼丹秀仙 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双瞳 看看到底是借鉴还是抄袭 影片开始在一间产房 一名孕妇产下了两个女孩 但只有其中一个活了下来 母亲和另外一个女孩双双毙命 画面一转在太风花工集团 一个秘书敲了敲门 走进老总办公室 可他进来后发现 老总已经身亡 接到报案的警方很快赶到这里 经过法医鉴定 他在董事长的冰孔里 发现了冰渣 这就奇怪了 外面明明是炎炎夏日 可他的身体却因为冰冻受损 导致死亡 他们随后确定 这名死者是在冰水中淹死的 但根据秘书描述 这里明明就是第一现场 他根本没有离开过房间 那么这究竟是何人所为 紧接着他们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在他的身体中 竟然一滴水都没有发现 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重大线索 那就是在死者的脑中 发现了大量微军 就台湾目前的技术来讲 根本无法鉴定他的作用 画面一转 立伟的秘书小芳回到家中 在他洗澡的期间 房间里的报纸意外自然 等他出来后 早已经火光冲天 因此他也在这场大火中丧命 但诡异的是 警方接到报案来到这里 并没有发现火灾现场 一切都完好如初 他们只是看到了小芳的尸体 经过初步鉴定 应该是死于高温大火 因为他的肌肉组织 已经严重脱水 如此诡异的事 他们也是闻所未闻 等回去后 经过试检鉴定 法医觉得 这和之前的案子 有很多相似之处 正当他们陷入谜团之时 意外再次发生 一名牧师 在家中抛妇身亡 但不是抛妇产 等警方赶到后 确定了他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凌晨3点多钟 经过鉴定 是有人把他抛上个腹 然后经过了一套洗刷刷 又把肠子塞了回去 同样 这个案件也十分诡异 因为在缝合的伤口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俯禄 更加巧合的是 这名死者的B箱里 同样发现了微军 随后警署召开发布会 他们声称 这三级名案互相关联 可以并案调查 为此 他们请到了 美国FBI探员凯文 借如此 在机场 警署外事部的老黄 见到了凯文 这也意味着 俩人在接下来的日子 即将成为搭档 会专门针对这三级案件 进行调查 经过凯文的初步判断 其中抛妇的案件 应该是和中国传统文化 道教有关 于是 他们决定 去找这方面相关的学者 打听一下 在这期间 凯文了解到 老黄过去在警署的经历 原来 他曾经举报过一个 同僚贪污案 而这个人 正是他的小舅子 因此 他和妻子两个人的关系 产生决裂 在警署上下 也不招人待见 毕竟多多少少 挡了其他人的彩路 这也是 他被调到外事部的原因 两个人随后来到案发现场 凯文进来后 直接打开了冷气机 他在这里 发现了一枚钢珠 而这个钢珠 正是问题的关键点 因为在其他两个人的家中 同样发现了这种钢珠 随后 老黄回到警署 对三起案件展开调查 他发现 这三起案件 都有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曾经都上过报纸 可上过报纸的人很多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散了 这时 他的同事 发现了关键所在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案子 甚至都不是人干的 很明显 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迷信说法 可老黄呢 是个唯物主义者 他听完后 否定了这个说法 并且转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 他和凯文 找到了一位相关学者 在对比之下 学者发现 这个符路啊 曾经出现过 那还是几年前 在交织那个地方 挖出了一座道观 叫真仙观 紧接着 他拿出了相关的考古资料 给老黄介绍一份 这个符路 和当年真仙观出品的一模一样 从道教来讲 这叫勾叠 说白了 就是阎王爷的催命符 从留下的文献上看 这应该是 古代道士 炼丹成仙的秘语 可之前 他们都没解开 但老黄 对这些秘语 产生了浓厚兴趣 经过观察啊 他很快就发现了 其中的秘密 原来这三几案件 都和道家生仙有关 之前的三名死者 都是按照固定的顺序 被一一杀害 这也正是 道家千年不传的秘密 根据资料 老黄推断出 下一位死者 很可能是名字中带有望子 这时美国传来消息 原来之前检测的 并不是微菌 而是一种微菌 和昆虫尸体的混合物 叫虫生真菌 对于这个品种啊 就目前来看 也是见所未见 正常来说 这种真菌 会依附在满虫身上 他们会寻找 温暖的地方下榻 而凶手 显然是非常了解 真菌的特性 所以才会利用空气枪 把装有满虫的钢珠 打进了空气机 随之 钻入人的鼻枪 由此进入大脑 可关键是 这种真菌 一旦进入大脑 就会在血液中 产生5000倍的多巴胺 相当于 吸食了一公斤的可尔因 也正因如此 人类才会产生幻觉 最后他们敲定 这三个死者啊 很可能是死于幻觉 另一边 老黄推断的 果然没错 一个叫陈两万的人 发生了命案 等他们到了案发现场 很快就找到了 陈两万的尸体 果然不出所料 这起案件 依旧和道教有关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老黄也相信了迷信的说法 他和凯文闹了一下 关于封建迷信的传说 其实啊 他并非不相信迷信 因为自打这几年前 举报贪污案的时候 他小舅的 曾抓过他的女儿 可诡异的是 在他开箱的那一刻 子弹却突然鬼弯 导致他小舅的 自杀身亡 而他的女儿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很显然 这是超自然事件 等到了晚上 老黄又找到了学者 他把案件资料 给他看过后 学者非常肯定 这怎么是要成仙呢 原来这道教 有一种说法 想要成仙 需要经历五种地狱 分别是寒冰玉 火坑玉 抽长玉 弯心玉 还有拔舌玉 一旦经历结束失联后 便可以语化成仙 根据史料记载 在宋朝啊 有个人叫黄商 也就是在香港 黄大县庙里供奉的黄商 关于他的传说 是因为他在没得到之前 杀了几个人霄 所以才修炼成仙 要说这个人霄啊 其实就是犯了罪恶 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种人 从这也不难看出 凶手是想倾用此法 把人霄打入地狱 从而语化成仙 而这个黄商 据传说 他天生双瞳 可以日观千里 夜魁神鬼 所谓双瞳 就是在一个眼睛里 有两个瞳孔 同时 也只有这种人 才能找到人霄 但修炼成仙呢 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这涉及到 一个重要条件 那就是必须得 有一场大病 这至关重要 所以说 大病是成仙的必要条件 在这期间 老黄还发现了 其中的少阳太阴 根据学者解释 那代表的是 天干地质中的血气 分别是火和土 而巧的是 老黄的名字 就叫黄火土 就在这时 凯文打来电话 他在凶手的车里 发现了重要材料 那是一种特殊的材质 只有高科技公司 才能生产出来 第二天 他们来到科技园 在这里而得知 有一家科技公司 老板是两个 从美国回来的博士 本来公司挺挣钱 但后来 他们信奉道教 入了谜 所以把公司卖了20亿 并且在大陆 买了一桌刀罐 拆解搬运回了台湾 警方这时 已经来到了公司门口 他们根据地址 找到了这所刀罐 眼前的景象 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没想到还是个楼中楼 等他们进来后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道士 还有很多 克满福禄的法器 就在他们准备 把人带走的时候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这会儿道士 和警方打到了一块 双方各有损伤 然而到了最后 几乎全部毙命 等警方救援部队赶到后 就此在社会上 做出了相关报道 他们随后 在这所刀罐里 发现了大量符咒 并且还有一个地下室 可万万没想到 里面竟然是一具 腹部腐烂的女人 紧接着 他们把这个女的 送到了医院 在这里老黄才知道 这女的是用腹部 来培养重生真菌 也就是说 之前发现的真菌 都惨至这里 他们本以为 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事情不仅如此 到了第二天早上 老黄发现 凯文突然暴毙 没错 这就是拔舌狱 凯文同样受到了真菌感染 而老黄也是没能幸免 他随后被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 在昏迷期间 老黄突然想起了 学者说的话 大病是修仙的必要条件 这也让他想起了 之前被送到医院的女的 于是 老黄再次回到真仙观 果然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原来呀 这女的 正是当年的产房 活下来的女婴 而死去的那个 是她姐姐 早就在母亲的腹中 羽化成嫌 她们原本在上辈的 就是姐俩 因为无法肚截 所以才转世投胎 到这修炼 由于老黄被真菌感染 所以啊 导致她再次陷入幻觉 一遍一遍的 看着妻子和孩子 死在她的面前 而双瞳呈现的最后一步 则需要老黄亲手杀了她 因为哨音太阳 代表的正是黄火土 然而到了最后 老黄终究还是 在幻觉中杀了双瞳 在呈现之前 双瞳对她说了一段话 我要走了 你会跟我一起走 这意味着 在她呈现后 老黄也会跟着呈现 助人得到 也算是功德院嘛 影片到了最后 老黄停止心跳 即将离开人间 可在她的心里 还有着对家人的不舍 所以说 在女儿呼唤她的那一刻 老黄选择了放弃成仙 留在了人间 本片而完 这部电影总体来说 算是一部经典 几乎很难超越 包括其中的一些设定 非常巧妙和耐人选味 关于唐他二的超级说法 我觉得 也就算是一种借鉴吧 对此有看法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原版 行了 咱们今天就整到这 喜欢看电影的小伙伴 欢迎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摇 咱们下期再见